僵尸博士的出场方式 我们都知道 僵尸博士作为关卡的最终爆出场 在每个世界中形态各自不同 今天咱们就来看看 首先是一号蔚来江王 巨大的四爪机械章鱼电流窜动 吸引头部缓缓降落 结合在一起 操控室的僵尸博士 正放肆大笑 粉粉的头顶上青筋爆起 二号海盗江王 巨大的木头章鱼从天而降 脚下铁质四爪格外亮眼 眼睛上边还绑着一个可怜的小僵尸 车顶的僵尸博士正手握方向盘 同样是青筋爆起 只不过这独眼造型分外吸睛 三号天空之城江王 正乘坐机械飞鸟 在云层上端驻足蓄力 与其巨大身形相比 驾驶室的僵尸博士太过渺小 四号冰窟江王 只见两个巨大獠牙破冰而出 随后棕色的猛马向鼻梁出针轮 驾驶室的僵尸博士聚精会神 看来要发起一波恶战 五号失落江王 巨大的蒸汽飞车从天而降 车上的僵尸博士 头上戴着绚丽的飞行眼镜 六号埃及江王 法老章鱼车破土而出 头顶的僵尸博士身穿白衬衣 七号黑暗江王 在恶龙咆哮之下 黑色的巨龙阴影划过平路 只见一团烈火被喷入地头 紧接着龙头探出 原来这是一头喷火龙 龙头上背的僵尸博士 身披黄金战甲 帽子顶端的红铃 看起来格外高贵 八号魔鹰江王 这里的僵尸博士最为软 只见两侧乐手弹奏震撼 台前还有喷火庆祝 僵尸博士头顶墨西甘彩虹发型 手拿话筒 九号侏罗纪江王 巨大的机械巨龙缓缓缓探出头部 头顶的僵尸博士也随之露出真容 透明的驾驶舱内 泛红的光头格外吸睛 十号海滩江王 五条鲨鱼正向岸边游来 随着颜色相同的四条掉头而行 其中一头机械巨尸杀跃出水面 驾驶舱内的僵尸博士正大口喘气 看来是这条鲨鱼不好驾驭 十一号功夫江王 身披战甲 手握巨型盾牌 只见他一跃看上内排 右手的大刀旋转而出 还散发出金光 口中还会流出口水 十二号细部江王 四轮木头章鱼车慢慢驶来 到达目的地后还大口喘气 想来是累的不行 再看僵尸博士的身后 原来背着一头老黄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